4月17号大连市普兰电区大潭镇 赵屯村大崔屯发生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 4名被害人被人用刀捅伤致死 经过5个昼夜的连续奋战 在昨天大连警方通报称 犯罪嫌疑人崔某惠已经被控制了 经突审崔某惠承认因邻里矛盾纠纷 持刀捅死了崔某志和王某峰 以及其两个儿子崔某发和崔某东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